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跟李委员报道 因为实际上如果根据国际上的各个智库 或者是有关的研究机构 大概对今年跟明年他们的看法都不是很乐观 包括像WTO 他在预测明年的全球的贸易都是往下修的 所以对于这样子的情况 为什么我们最近积极在采取一些政策的措施 包括我们要让台商回来台湾 因为那些好的台商他都有订单有品牌 所以比较不受景气的影响 欢迎他们回来台湾 能够把台湾的就业的机会把它创造出来 所以实际上目前的情况是全世界都不是很好 像刚刚徐委员的指教 像这个全球 包括中国大陆 它的经济成长一直往下 已经中国大陆的成长是 一直每一季足迹往下掉 所以全世界都不是很好 但是我们自己也必须要在不好的情况里面 我们必须要自己走出一条路来 主委 这个有一个调查 有三成二的上班族曾经修过无薪假 九成四的上班族和七成九的企业都认为无薪假 恐怕会成为企业因应不景气的常态做法 那么对于这样子 您的看法怎么样 同时这个访问中啊 这个企业上班族过半数认为无薪 这个都认为无薪假是违法的 那么也有六成七的认为政府放任无薪假 不管 有一成的上班族认为政府是支持无薪假 根本在支持无薪假这个制度 对于这些民众他们的看法 他们的忧虑 他们的无助 主委是不是也进一步做一点回应 我想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说 让这些无薪假的能够减少了 我想这个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所以为什么就是说 应该要加倍努力去改善托持的环境 能够有多一点的政策性措施 所以为什么再加强出口 为什么再吸引外商跟台商来到台湾来投资 这都是我们目前的重点 但是我相信给我们一段时间 这个效果可以创造出来 那当然在这个过渡的期间 企业界用无薪假的方式 因为如果一旦把他离退了之后 那些被离退的员工 他将来要回到企业的机会 几乎是没有 所以能够用无薪假的方式能够维系下来 我基本上我个人是觉得说 通常我们在讲说越不好的一个时机 就是企业界利用这段时间 来提升自己能力的一个时段 等到景气来的时候 你原来在不景气的时候 提升的能力就能够充分的发挥出来 所以无薪假的期间 如果政府也能够利用这一段期间 加强这些人员的第二专长的一个训练 我相信是一方面不会浪费掉这一段的时光 另外一方面等到景气来的时候 他们也可以立即掌握那样子的一个机会 我相信这些部分的话都是可以去努力的 另外第二个请教您 就是关于所谓有人提到我们保护主义的问题 我们苏喜先生他曾经说 台湾现在的保护主义太强了 政府和民间都有这个倾向 这不是好事 也有很多学者表示台湾经济不够自由化 要加入TPP之类的组织还差得很远很远 您的看法怎么样 您对这样的一个情况 您认为是不是有这个状况 以及您的看法怎么样 谢谢李委员提出 这个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题目 那保护主义的话 基本上在2008年之后 很多国际上人士就在担心这一点 我说从国际的局势来讲 因为不景气的时候 每个国家都希望能够保持自己的一个就业机会 就会用保护的手段 这个是会有的 那在台湾来讲 我们也不希望有这样子的情况发生 但是我们可以知道说 过去因为我们一直没有跟主要的贸易伙伴 去谈所谓的经济合作的协定 或自由贸易协定 所以在改革开放 我们确实是进展相当的有限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基本上必须要让大家 让产业界 让人民 让政府相关单位 大家都有这样子的共识 但是这个需要沟通 需要去协调 花费相当多的时间 因为刚开始在推动ECFA 到跟新加坡 跟纽西兰 谈经济合作的协议 都有类似到 这样面临到像这样子的一些困难 但是这个呢 大概各部会沟通以后 大概都有相当大的一个进展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呢 是有突破 但是如果要做到像TPP 那是一个非常高境界 已经不是边境 甚至是国内的法规的调和等等 那些通通都包括在里面 那个是更严重的一件事情 所以那是另外一个课题区的 但是不容否认的 就是过去 从2000年之后 因为我们一直都没有去跟国外谈FTA等等 我们确实在改革开放方面是相当落后的 这个马总统八月公开讲啊 我们要八年入梯啊 说扫除障碍调整心态 八年入梯 就是TPP啊 能快就快 您看现在这个进度怎么样 到目前为止啊 我个人的看法是进度还是相当有限 还是相当有限 因为TPP跟我们实际上谈谈的区域经济合作 那是两个不同的标准 因为双边的话 只要彼此愿意就可以 但是TPP是负边 是好多国家在一起 然后它自由化的程度已经到国内 境内的法规了 所以那个呢 又比所谓的自由化要更近一层 所以那个是比较深度的 比较有深度的 而且有广度的 包括劳工方面 它都管啊 人员的移动它都管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呢 我们要离那个样子的境界 还是要有很大的一个努力 TPP是以美国为首了啊 那现在有一个大陆 它来推的RCEP 就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 对于这样的一个组织 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 基本上区域经济 因为区域经济的话 它有各种不同类型 有各种各个不同的一个 主要的结合 那我们也是希望说 跟我们这些贸易有关的 这些区域经济的组织 我们大概都是希望能够尽量来参与 因为我们还是跟我们经贸比较有关的 我们不会去参加到中南美洲 或者是北美或是美洲 美洲也有一个整体的自由经济区 在努力 那我们不会去参加到那个 所以我们基本上是要选择 对我们经贸比较有关系的 这些区域经济啊 我们来参与 所以您刚刚谈到的这个RCEP等等 这些也是我们将来要努力的 不过我们有目前双边要先把它落实完成 这是我们最优先的 有些是要有短期 有些是长期的 主委 退休年金方案 行政部门中经济会负责年金制度改革规划专案小组 有提供什么意见给总统吗 给院长吗 跟刘委员报告 因为实际上这个案子是民国97年 然后演变到98年 然后军监会组成专案小组跨部会的 然后到今天 我最近开了一次会 我们把研究的一个结果 我们报到行政院去 那里面就是 我们主要的任务不是针对个别年金制度 去要怎么样子去改它 这个是要主管部会去努力 我们主要是跨制度之间 该怎么样子做整合 它的方向应该是往哪个方向去走 我们把研究的结果呢 报到行政院去了 我们没有报到总统伍去 这个主要的方向是什么 简单而讲 主要您提供的方向 主要的方向基本上就是说能够希望 第一个就是说希望能够减少 各个年金制度之间的一个差距的程度 因为每个年金军工教 农 还有劳工 还有一般的国民年金等等这些 每个制度它的优惠的待遇差的非常的多 那这里面的话呢需要把这个差距要把它减少 那第二个部分的话我们希望这个年金制度总共有四层 第零层就是属于社费福利的部分 第一层是属于保险 第二层是属于退休 那第三层是属于所谓的社会保险 那个社会上的一般的保险的部分 大概是这样子 那我们希望第一层能够朝向一个所谓的 确定给付制的这样子的方式来走 第二层希望朝确定剥付制的一个提剥制的一个这样的方向来走 也就是说第一层希望朝向所谓的DV 第二层希望朝向DC 就是个人丈夫用这样子的方式来走 但是呢这里面有的制度没有第二层 只有第一层 那有的制度呢刚好又刚刚我讲的方向 它又是颠倒 所以这里面每个制度要把它做整合 需要相当庞大的一个工程 但是每一个制度要怎么样子去改 必须要有主管机关 比方讲老委会针对他的劳保的部分 他要去提出从财务 从政策 从被保险人的权益等等方面 去做整体的改革 我最后一句话一个问题 主委大家还是关心 今年我们的GDP能不能保一保得住 主委能不能表达一点回应 我们尽最大力量 因为实际上 我们并没有所谓保一不保一的问题 我们今天在施政上 就尽量希望能够让GDP能够维持一个最大的一个成长的一个程度 而不是说去保一这样子的一个目标 好 谢谢主委